9月13日晚间,恒大集团官方网站发布声明 声明称网络上近日出现的有关恒大破产重组的言论完全失实 二级市场上,中国恒大股价从2020年7月10日创新高的26.76港元 股一路走跌至近日新低的3.32港元 股一年多来股价跌掉87%,目前市值446亿港元 恒大物业股价暴4.58港元,股总市值495亿港元